Hello,大家好,我是大胖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胖 我俩看评论有好多朋友问我俩 说怎么不在新买的房子住呢 因为我在天安农村工作 我们新买的房子是在傅船 他俩离的比较远 也属于两个城市吧 从这边开车到新疆 125公里 每天通勤的话不方便 然后为什么在韩国农村租房呢 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要搬迁了 也是农村 所以我想就像这个房子一样 离现在这个工厂进吧 等搬迁了我还想离那个工厂进 所以我想在那边租房子 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呢 抵押金是2500万 然后每个月得掏10万块钱房费 还有5万块钱的管理费 然后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是我们准备把这个房子退了 2500万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掏1500万 或者是再掏2000万 租一个全税房 全税房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租房子 拿出来30万人民币给这个房东 这个房东让我免费住2年 甚至3年4年5年都行 等我们不住了之后 他再把这个钱还给我们 我们也不用交房费 这不也挺好吗 是不是 但是好多网友好像没看明白视频 是我拍的好像有问题 但是你拍视频太多细节 咱们也 没必要那么去录 要不时间太长了 就是我尽量 你剪视频的时候也是 就是尽量 那过程吧 能看清楚就行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还有说 网友怎么不住宿舍呀 宿舍呢 和我现在这个房子 费用都差不多 住寝室也得掏15万到20万 我们现在租房子呢 每个月也得掏15万 再加上水电费啥的也差不多20万 所以他俩费用差不多 而且寝室人也多 每天有五六个人吧 不一定 还有喝酒的 还有抽烟的 那样是大胖也不能跟我在一起了 是不是 现在大胖每天就是主要帮我制作视频 然后后期啊剪辑啊 这些都是大胖的 如果大胖不跟我在一起住的话 大家也不能每天看见 我俩更新视频 那有啥问题了 还有好多朋友都问我们 有没有在新房子附近找工作的想法 其实新房子我也想去住去 但是工作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因为我有点养家符合我 而且找着一个顺心的工作 也特别难 因为我来韩国十年了 我在这个工厂上班就四年了 如果说这个工厂不好的话 我不再在这边上四年班了 对不对 我不但我说好 我把永明介绍过来 我师父介绍过来 包括国内关注我的头条网友 金龙也介绍过来了 都说好 而且他们都干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我要是换付船工作的话 那边工资低 这边有商业金 那边没有 然后满不满意 我还不知道 就之前不是因为那个疫情吗 好多人都是都没有工作了 但是我们这工厂一直都是这么好 效益一直都是这么好 没受疫情影响 所以这个公司呢 也开了后几十年了 也挺好的 我暂时是不打算回复船的环术 就是这么情况 所以还是得在这个附近做一个房子 嗯 还有啥问题西方 是不是在韩国买房了 就不打算回国了 咱俩在复船买房呢 就是考虑回国才在那边卖 因为那边升值空间比较大 然后也当初 要不也不能买那么贵的房子 因为就意思 因为它升值率比较高 所以才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房子呢 然后以后我俩要是回国的话 也方便卖掉嘛 所以才买到那个房子 嗯 还有啥问题了 媳妇 你说我做事稳当 比你聪明 这是网友评论的 咱俩天天在一起 你还不了解呀 是不 然后 还有 还有 就是在农村租房的问题 我说没说 就是为了拍视频方面 好多国内网友 看这个农村视频 也了解韩国的农村生活嘛 所以我想在那个农村租 当时是为了想解约这个房费 掏三十万或者二十多万租个全税房 但是我看看眼光就高了 看上那个农村房子了 所以就想在那块租 但是现在我跟大胖两个人生活呢 我也得尊重大胖的意见的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也挺不容易的 就像每个人看车也是 一开始我想买这个车就行了 哎呀挺好 等一点买车的时候 哎呀又看这个车挺好啊 眼光就上来了 我也是 我也知道好多网友是为了我好吧 然后建议我俩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有些事情大家不了解 然后不能就是好心好意吧 大家也体会不了不了解的事情 大家体会不了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还有啥问题 你们大概就是这些个问题 我说的也不知道大家挺没挺懂 其实要是发我俩之前视频 都知道什么原因 都能了解 但有好多新关注咱俩的 好像不太了解 所以我出这个视频解释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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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